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 非常的高兴我们又在一起进行圣经的学习 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的第17章 那么在创世纪的从16章 我们呢就得以知道呢 那就是亚伯兰呢在第16章的内容的介绍中 他呢听了妻子撒来的话 那么呢就与夏甲同房 后来呢就生了以什玛丽 所以从16章到16节到17章的第1节 我们就得以知道啊 就是当亚伯兰呢用自己的情欲和夏甲生了以什玛丽之后 那么呢神是怎么做反应呢 神就整整沉没了啊13年之久啊 才在17章呢向他显现 所以16章呢一直到17章之间呢 有一个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啊 一个间隙这样的一个一个啊 一个空档是圣经当中没有记载 这13章13年的内容的 亚伯兰的经历的没有提 所以英文呢把这个东西叫做GAP GAP 那么就在这个没有讲明的这个时间的 这个间隙 这个空档中 其实亚伯兰过的都是每天世俗的日子 我们就相信了 如果在 撒末尔纪上第三章一节里面所提的 当有些年间呢 耶和华的言语稀少 不常有漠视 那么呢 神的反应就是 既然神不说话了 神是比较沉默的 那人呢 尤其与主 为朋友的 与主有密气 有香蕉 有来往的人呢 是有感受的 所以我们 我们可以讲啊 属灵的人呢 其实不怕来自于神的管教 甚至来自于神的惩治 责备 属灵的人呢 实际上最怕的 就是信心当中的黑暗历程 这个黑暗历程就是 神的沉默 不说话 所以我们 可以想象 亚伯兰呢 就是在神的沉默的阶段中 能够清楚的知道啊 他和夏甲所做的事情啊 显然神是有另外的观点的 那在第十五章 还有呢 第十七章 都涉及到 关于立约的 这样的细节 只不过不同的地方在哪呢 第十五章当立约的时候呢 是在讲啊 关于使用祭物 然后呢 通过祭物 然后呢 沉悦纳祭物 然后告知亚伯兰 关于他后裔未来的光景 可是到了第十七章呢 这个立约的行为呢 就变得是更加的 有突出点了 你知道这个突出点在哪里呢 有的人就做了比较 说啊 在十五章里呢 在两者之间呢 作为人这一方 神特别要亚伯伦所 所回应的 就是相信 所以四五章六节 然后呢 也强调 同时强调呢 这个神的 约啊 于人一旦建立呢 是凭借着信心 还有来自于神的主动的恩典 可是到了第十七章呢 情况就发生了另外的变化 情况呢 就像啊 另外一个方面来 来转移 那就是 如果要是与神立约 要从神那里承受 神所给的伟大应许 人呢 就必须得过完全交托的生活 而且在生命 在身体上 在生活 在行为上呢 还要带出啊 相应的印证 是有记号的 比如说啊 从以色列人呢 啊 他们从亚伯兰 在创世纪第十七章开始 那么一直到今天 我们知道他们都守一个重要的礼 就是那个割礼 那这个呢 要成为他们身体上的 这个印记 这个事实呢 是一直都不可以变 所以呢 我们当看到 这个情况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说 十七章 十七章啊 当讲到亚伯兰 因着信 然后也在神的面前 跟神立了约 神又重申了他的约 那么这个细节呢 这一章当中 他要比第十五章来的 意涵 还有功用 真是又深又广 深度呢 可以看得出啊 神是强调说 亚伯兰一家 要用完全的摆上 来表明他们的信 那广呢 就是他们整个的家庭 到后来是整个的家族 连一个男的都不可以漏掉 因为呢 圣经上有提到说 若有不受割礼的啊 他们的啊 这样的男子 若在亚伯兰的家里 那么那些不受割礼的人呢 就要从啊 他们当中呢 要被剪除的 那说的非常的严重啊 所以呢 在十七章的第十四节 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割礼的记号 作为立约的记号 在亚伯兰家里面呢 不可以被废止 不可以被轻视 那在整个的第十七章中呢 实际上并不特别长 总共才有二十七节 可是呢 如果是读得细一点 可以稍微清楚 他的所说的 我们就可以把它呢 分成五个很小的段 那第一个段落呢 是一节到第八节 这是第一段 然后呢 九到十四节 是另外一段 那然后呢 在 在十五节到二十二节 又是一段 可以说是第四段 那么第五段呢 就是二十三节到二十七节 我们等下呢 依次会告诉大家说 这五小段分别都在讲什么 那首先呢 我们再看到第一节到第八节呢 这第一段落里 可以看到的一个主题思想呢 就是神呢 借这一小段来重申了 他的应许 那在这一小段当中呢 神一向亚伯兰来显现的时候 我们就看见了 他就有一个 关于他名字的一个 一个启示 那么神向亚伯兰 显现的时候呢 我们刚才所说的 就是十三年过去了 那这个时候呢 亚伯兰是九十九岁 大家就可以想到 十三四年以前 那亚伯兰呢 曾经见到过神的显现 一晃呢 已经有十三年 十四年 那神呢 未向他显现了 那于是呢 就有一个另外的神的名字呢 在这里被启示出来 我们在读到创世纪第十四章的时候 还记得吗 当麦基西德出现了 他给亚伯兰祝福的时候 就使用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名字 是描述神的 那就是耶和华呢 乃是至高神 可是到这里呢 名字变了 不再用至高神的叫法 而是用了全能神 那全能神的这个名字啊 西伯来文读呢 是El Shaddai El Shaddai 它的英文表示是 El 然后中间打空格 然后是 S-H-A-D-D-A-I 那这个名字呢 有的时候 我们会在 现今的敬拜赞美的歌曲当中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看到歌词当中 有引用 这个名字 那这个名字 它有着什么样的含义 可以这么来告诉大家吧 在基督教的学者当中 当他们研究一个课题 就是旧约当中的神学观念 那么这门课呢 就叫做旧约神学 那这门课呢 我过去也教过 我就看到过不少的学者呀 对这个名字呢 都有一些探讨 还有争论 比如说 有的学者就认为 这个名字啊 很可能 可以直接解释为 是 耶和华伟大的神呢 乃是山神 但是大家呢 千万不要把 这个山神的意思指为 就像中国理解的是 华山的神呢 武台山的神呢 什么泰山的神呢 黄山的神呢 不是这意思 这个山神的意思呢 是指着 古代的人呢 看到山的巍峨 山的高大 然后呢 就感知到 或者感觉到 伟大的上帝呢 是在至高之处 荣耀的掌权的意思 所以呢 有些学者们呢 就认为 这个El Shaddai 所以他把它就翻译成 神 然后山的所属者 山的所属者 所以这个说法 是个汉语啊 的表达有点 有点 有点不一致的 但是我们学习呢 用这种 稍微表达 别扭一点的话呢 来明白 有的时候 圣经里面的意念 在表达的时候呢 是要用特殊的 一种词汇的排列 才能 咀嚼出其中的味道 但是不管呢 我们同不同意 这个名字 耶华的名字 全能者 被人看为是 可能是神在山上 做王的意思 表现他的威额 伟大和全能 那总的来讲呢 那学者们会认为 这个名字是神 名字当中啊 非常重要的名字 那为什么呢 因为啊 大家可以注意 就是每当这个名字 当出现的时候呢 这个名字啊 往往都指着 神乃是生命 还有呢 与生命有关的一些事物 滋生的这样的源头 也就指着 若没有神 生命和 能够滋生的万物呢 就没有办法 出生 然后呢 发生 生长 有赖于他呢 得以 有依靠 不可以 所以呢 在圣经当中啊 你可以看到 好多的例子 都有呢 全能神 这样的名字的使用 像那个 这一章当中 十七章啊 使用了全能神 那另外呢 你会看见 当雅各 后来 当他用来描绘神的时候 他也是比较多次的使用 全能神 比如说像 三十五章的第十一节 二十八章的第三节 还有四十三章的十四节 还有呢 你比如说像 二十九章的三十一节 三十章的二十二到二十四节 三十五章的十六到十八节 还有四十九章二十五节 等等 你要知道 每当这个名字出现的时候呢 就意味着有生命 就 就意味着 有生命的现象 所以 这个名字啊 跟生命有关 所以我们看到呢 在第十七章当中 当出现这个名字 那这个名字呢 就非常奇妙 你要知道 紧接着呢 在后面啊 当那个 立约的事情 被强调完之后 那在第十五节 你看到没有 十五节以后 那就出现了一个记载 就是亚伯兰呢 听到那个 神说话 然后他就笑 伏地喜笑 为什么他会笑呢 因为 全能的神呢 像亚伯拉罕说 他的妻子 撒来要被改名 叫撒拉了 而且呢 要 神要赐福给他 然后让亚伯兰呢 从他得一个儿子 而且这个儿子不得了 从这个儿子开始 这个 撒来呢 撒拉呢 要成为多国之母 而且必有百姓的君王 从他而出 你知道 在这里面呢 就是强调 生命的孕育 一个 已经完全不可能 生孩子的一个妇女 一个女子 一个主母 一个妻子 神让他成为啊 多国之母 而且必有百姓的君王 从他而出 你想 这多么引发人的敬畏啊 那么这个能力 这个果效 其实就来自于谁呢 来自于那位 叫做耶和华 全能神的这一位 那亲爱的弟兄姐妹 刚才呢 我们提到了 在第17章的9到14节 里面提到关于啊 神像亚伯拉罕 所做的这个 割礼的要求 那割礼呢 是坐在以色列人 男人 身上的一个 神与他们立约的记号 那么这个呢 的方面的讨论啊 在未来我们在 出埃及记到生命记 这个之间的内容当中 还会有所讨论 所以未来呢 我们再多谈 那接着呢 让我们来看另外 一个细节呢 就是15节到22节 这一段 那这一段当中呢 就特别 神就应许啊 亚伯拉罕呢 要生一个儿子了 那其实呢 圣经当中啊 我们会看见 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就是啊 圣经就好像 在关于亚伯拉罕 所有的那个应许 厚词这方面的 话语当中呢 就好像 拿一个比方 我们有人很会 用那种聚焦的 那种好镜头的 照相机来照相 那当你拿起照相机 在镜头当中看 是看到一个 比较广阔的 一个总的范围的 一个图画 一个景色 一个景象 然后呢 当你为了 要特定的要拍什么 你就会有聚焦的动作 我们会发现呢 神一次一次的 你比如说像 在第十二章 提到 后裔 提到大国 那十三章呢 也有 然后呢 十四 十五章 也有 然后呢 到十七章 也有 都是提到什么呢 提到关于后裔的 但是呢 他就在聚焦的过程当中呢 可以说越聚焦呢 就越具体化 到了第十七章的 十五到二十二节呢 神开始明说了 因为呢 大家可以注意到 其实呢 为什么在十六章啊 出现了 下假用自己的死女 跟亚伯兰 来让他们俩能够怀孕 生孩子的方式 来 来使得家里有子次 有后裔 就是因为在第十五章当中呢 神曾经对亚伯兰说呀 那个一粒一泻 不是你的 能够在你家 承受你的产业的 从你所生的 你知道吗 在第十五章提到说 从你所生的 可是到了第 那个所以呢 在十六章 撒拉呀 撒来就理解为 既然是从我先生所生的 那就是从下 要是下假跟 亚伯兰要是生呢 一样一样啊 是从亚伯兰所生的 所以这就是人所理解的逻辑 这个逻辑啊 还有他对的一面 但是呢 神的聚焦呢 是一步一步更加具体 实际上到了第十七章 十五到十九节这一段呢 才告诉我们说 神其实 要亚伯兰所生的 不单单从亚伯兰生 还要从他的太太 撒拉所生 所以十六节就说的非常清楚 我必赐福给他 也要使你从他 得一个儿子 而不是使你从下假 或者别的女人 啊 得一个儿子 看到没有 这里面呃 特别提到说 我要赐福给他 给撒拉 撒拉也要做多国之母 必有百姓的君王 从撒拉而出 这里面一再强调的就是 撒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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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 他 他 那你要懂得这一点呢 必须还是不断的要回到 加拿大书第四章 为什么呢 因为撒拉乃是代表啊 恩典的乃是代表神 呃绝对的主权超人的计划 那就是撒拉乃是自主之妇人 所以呢 呃从他而出的呢 他就可以印证啊 呃符合约翰福音第一章的说法 呃说到呃神的儿女是怎么出的呢 怎么来的呢 是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 不是从情欲生的 也不是从仁义生的 乃是从神生的 所以呢 从撒拉而生 就是从神而生 但是如果从下甲而生 就是从啊 为奴的妇人而出 就是从血气 仁义和肉体啊 啊 情欲而生 所以你看到这个区别吗 那我们看到啊 当这里面告诉我们 哎 就连呢 啊 撒来也被改名字了 为什么呢 因为啊 神把他名字改成啊 叫撒拉 呃 正如亚伯兰的名字改名叫亚伯拉罕 是从中贵之父到多国之父 那神把撒来 呃 这个名字改成撒拉 也就是从中贵之母 改为呢 呃多国之母 那也有几经家告诉我们说 这个撒来的意思 是公主或者是王后的意思 但不管如何 圣经上 呃 什么都是匹配的 比如说啊 当亚伯拉罕成为多国之父了 那撒拉呢 呃 就不知不 不是仅仅是一个中贵之母 而是要成为啊 呃 中贵的王后 成为多国之母 呃 所以我们看到 在这里看到啊 神看待家庭的这个这个重要性 你看到在亚伯拉罕 还有撒拉之间呢 缺了谁都不行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讲到 创事题第二章的时候 还记得吗 我们就提到说 神看妻子为丈夫的帮助者 这个帮助者是指着 两个人同时拿起一样的东西 缺了谁都不行 所以在神的呃 伟大的赐福当中呢 就可以看出这个美意来 在神的计划当中 不能待有亚伯拉罕 在神的计划当中 同样要有撒拉 所以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 这样的呃 事情啊 而且呢 呃 我们特别要留意圣经当中的一个规律 就是每当人被呃 神起了一个新名的时候 都表明由于人拥有这个新名 然后紧接着他就要承受 神所给予的新的应许 那所以呢 这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件事 那接着呢 尤其啊 在第17节到18节啊 这一段啊 还有1922节这一段呢 我们就看见了 那亚伯拉罕当听到神的话的时候 那 是不是心情很复杂 我们说是 他就在呃 伏在地上啊 就喜笑 喜笑呢 呃 在圣经当中当提到笑的时候 你会注意到 呃 这一处 还有呢 呃 还有呢 就是第18章 都有提到 人的笑 在17章呢 提到亚伯拉罕的笑 在18章呢 就提到啊 那个 萨拉的笑 然后呢 呃 等你到时候 等你呃 到时候 看到第21章 当萨拉呀 果然 生一个儿子 后来就起名叫以撒的时候 那是在21章 第 第3节 那我们就知道呢 那个以撒的名字被取 叫叫以撒 就是因为啊 啊 啊 笑 所以呢 笑这个啊 名字呢 就贯穿了 呃 从 第17章 然后到 到18章 然后21章 三处呢 都提到笑 所以以撒的名字呢 就是喜笑的意思 所以他非常的有意思 那当啊 人在笑的时候呢 他笑的观念 笑的出发点 笑的动机呢 是不一样的 在第17章当中呢 17章的17节 亚伯拉罕福利笑的时候呢 呃 圣经上呢 可以给给我们看得出啊 他的里面 呃 带着疑惑 然后呢 带着复杂的心情 他愿不愿意相信呢 亚伯拉罕的笑啊 比的第18章当中 撒兰 撒拉的笑呢 要单纯一些 呃 所以呢 呃 那个 呃 亚伯拉罕呢 他就提到一些具体的困难 然而这个困难啊 那就 就刚好呢 就跟那个神的名字啊 你知道是对立和相反的 在第17节那里面 他自己琢磨说 从仁义上看 你看 撒拉已经90岁了 还能生养吗 如果要生养 早就生养了 但是他就忘记了 那在这个17章的开头 神不就是说 我是耶和华 全能神吗 哎 所以呢 当人考虑到这些之后啊 亚伯拉罕不是说 不愿意相信 只是说太难相信了 信不来 所以亚伯拉罕就对神说了 但愿以什玛利啊 活在你面前 你看 亚伯拉罕的逻辑啊 是非常的清楚 他希望呢 亚伯拉罕 自己所生的这个儿子 以色玛利啊 在神的面前呢 能够有地位 能够起作用 可是我们却看见了 不 这不是神的原则 这不是神的目的 所以这里面 神再次的在19节当中告诉我们说 不然 是你妻子 撒拉呢 要给你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什么呢 叫以撒 就是欢笑的意思 而且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 而且要做他后裔永远的约 然后17章的20节就说的很严肃了 至于以色玛利 他有他的上帝的计划 比如说是他苍生 然后呢 赐福于他 他的后裔也会繁多 会有十二组长 会成为大国 但是呢 跟神所立的那个 后裔永远的约 的那个约 是多国 多民呢 万邦万国得福的那个约 承受加拿美帝为业的约 是不一致的 是不一样的 那以色玛利呢 无分于这份约 所以神说话呢 非常的严厉 那我们当看到这一些啊 我们就看见 神在立约方面的绝对 那我就特别都有感触 我觉得说现在呢 我曾经碰到个别阿拉伯的世界的牧师 他们呢 由于身为以色玛利的后代 他们常常在讲道的时候呢 就以自身的出 这个出身的为出发点 不断的强调说以色玛利的命定 以色玛利的命定 我们却看见了啊 神爱以色玛利 在圣经当中也提到了他们的名字 那么神也同样啊 也提到了以扫 神也同样的提到了摩亚 还有亚门 提到了多国 其实呢 神该赐福的就赐福了 但是呢 有一个在列邦列国当中啊 特定的一个被拣选的对象 啊 一个角色 那是谁呢 就是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 他的后裔 所以这个角色呢 是地上的万邦万国 任何其他别的族类 没有办法取代 还有呢 能够立为同等的 所以我们必须得看到呢 神原则上的这个限制 那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当中呢 我们地上的万邦万国啊 都是平等一致的 可以在他的救恩当中有份 所以就不用再强调 什么以斯玛利的命定了 什么以扫的命定了 或者其他别的什么命定了 我们就好好的来看 我们一同在耶稣基督当中 可能领受的恩典就好了 因为神的爱 是公义的 是公允的领导所有 相信他 接受他儿子的人 那我们在 在紧接着呢 我们就看见了 在17章的23节到27节 那亚伯拉罕呢 就以 全家的顺负 来 接受神 与他立约的这种方式 圣经上就告诉我们呢 他的全家 在那时候就非常的热闹 亚伯拉罕呢 受割离的时候 已经是老人家了 是99岁 那他儿子以斯玛利 受割离的时候呢 年13岁 那么呢 在家里面 后来所有的 家里生的 用银子从外面买的 都一同的在家里面呢 受了割离 就表明这个家 乃是与神立约的家 是承受应许的家 所以我们看见 整个的场面 是非常的宏大 然后 又忙碌 那个 非常的感人 因为呢 可以看到这个家的家长 亚伯拉罕呢 愿意 顺服 主的话 所以我们 现在呢 就把 17章呢 结束在这里 我们呢 明天呢 来看第18章 那每一次呢 其实我们都能 只能讲到 每一章圣经当中的一些 基本要点而已 有很多重要的炼光呢 还需要大家好好的在神的面前 有领受 感谢赞美主 非常乐意的 与大家这样的不断的学习 爱你们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